各位朋友 我呢 剛剛經過花博公園 現在是4點40多分 48 今天這個 還是稍微晚一點點 但也沒有晚很多 幾分鐘 今天禮拜五 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出門的時候 意外發現 我的燙槍 抽煎燙槍 又被降低了 沒有錯 我已經被降到新人標 15炭 15 15 大概是這個 系統 系統可憐我 這麼幾週 燙槍都沒拿到 又幫我降燙槍 那 我只能講 謝謝系統 我會滿心歡喜的 把它收下 不收下也不行啊 它就已經這樣子了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呢 就是順勢的跑 15燙 燙槍 我就會拿到300多塊錢 這個叫做不無小補 這個 十盤爭先 沒有爭先現在漲價 現在有什麼是30塊 不管 好啦 那麼 其實我看到它降下來 是覺得壓力沒那麼大 但是我又希望能夠跑上去 因為我還是想要挑戰一下 就是 不要太高 不要太多 但是也不能太低 像這15燙 這個真的太低了 這樣 那我是想挑戰 基本上就是至少35燙 這樣子 因為我接下來 我還是希望 這個 這個架日 我盡量還是要出來跑 這樣子 因為有跑 這個 精神好 情緒好 身體也比較好 我有時候我真的是 就是忙其他事情 然後沒有出來跑 就沒有出來運動 那個就會覺得怪怪的 情緒稍微有點不太穩定 今天呢 既然是這個 15燙 那當然就順其自然 15燙 然後5燙 然後再個10燙 所以是可以順其自然的跑 那我明天有事 明天禮拜六有事 我是不能跑 禮拜天我下午也是有事 怕晚上也不能跑 所以就跑禮拜五跟禮拜一 那應該是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跑總共30燙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努力看看 喔 那 不過聽說 中午有出來跑 今天中午有出來跑的 這個夥伴講 今天這個 噢 業績都不太好 呵呵 我晚上我就 讓我輕力而回吧 好 我現在往老地方前進 噢 呃 對 噢 它現在 就是有這個 超級小趟 完成一趟可以拿到3塊錢 這個 這個 會不會太廉價了吧 不管它 好 好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 額妹街跟康定路交叉口 我剛剛送了一單到這邊 呵呵 是個麻將館 超酷的 OK 那麼現在6點6點06分 我目前送了4趟 4趟 這4趟中有一趟是肥單 那趟100多塊錢 那趟是subway 然後應該是沒人送 哦 然後所以 一百多塊錢 因為送的地方很近 哦 送到哪邊呢 哦 就精湛 然後送到長安東跟林森北交叉口 這麼近 一百多塊錢 這一定是被丟嘛 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今天那邊沒人想去吧 哦 那對我來說 當然天遲良機 哦 但是取得都爽歪歪 那麼 現在是 呃 我剛剛我要往哪邊走 因為我在西門町的邊邊 西門町派出所旁邊 然後 啊 要往武昌街 放二段方向走 然後 待會我應該會轉進武昌街 到西門町那邊去等一下 哦 等個五分鐘看看有沒有單 這樣子 啊 因為呢 我也是一個不小心啊 就把西門町這邊的這個 啊 養出來啦 啊 系統就好像有點習慣 我在西門町出沒的感覺這樣 所以我到西門町 啊 只要不是太晚啦 不要問什麼 那個 八點半九點的話 通常都還是會有點單 這樣子 所以我決定在那邊等一下 好 這邊看一下 好 那麼我的話 應該會到前面那個 昆明街那個路上等 因為那個 左邊有這個素食店 右邊有素食店 右前方有雲端廚房 啊 大概在這個地方等一下啊 說不定就會有單出現啦 啊 今天呢 我的態度也是不挑單 盡量不挑單啦 反正這個15趟很好跑啊 呵呵呵 當然是 這個越肥的越好 然後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麼 我就在那邊等吧 然後順便看一看這個娃娃機 話說這娃娃機很酷耶 因為裡面有這個便利商店的這個 呃 李券 然後也有這個電影的這個禮券 這個電影票券 這個便利商禮券是100塊 這樣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啊 不過這個好像不是用假的 不知道怎麼玩這樣 呵呵呵 娃娃機越來越進步啦 多了一些從來沒有看過的這樣 好的各位朋友 我目前人在這個 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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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裡啊 小籠包 喔 東那個東門站這邊 喔 我有點忘記 突然間忘記它的結 唉唷 我要先過去 我要去拿那個 胡 胡 胡須張的單 來各位朋友 啊 剛剛呢 我呢 那個騎過來的那個時候呢 啊 有一個傢伙呢 就是騎摩托車 然後穿越這個 過去 然後剛好被警察來 嘿嘿嘿嘿 唉 現在警察很會抓這種的喔 各位要注意喔 好了各位朋友 我已經把手中的這個 胡須張送掉了 因為靜靜的 從那個紅綠燈送到這個紅綠燈 超級靜啊 那當然這單價格也就 40多塊 啊正常 不過因為近啊 所以在節省很多時間 啊 那我目前人在這個 中正經典堂旁邊齁 這樣 這裡是 杭州南路跟西路交叉口 那現在是 7點45分 目前跑了12趟 啊跑12趟這樣 那我還差3趟齁 差3趟 趟獎就拿到了 那我應該會把這3趟把它充起來吧 這樣子 就是加減轉嘛 這樣 好那今天 整體跑起來還OK啦 比昨天順很多 感覺很順 這樣子 就是系統也不會給一些奇怪的單啊 然後 我也沒有就是在那邊等山等太久這樣 感覺很好 感覺很好 好 擦3趟各位 好 那我應該會把這3趟跑完再回家吧 啊目前 我剛好在一個尷尬區域 這樣子 啊 不東 不西 所以我是有想要 嗯 我看一下 這邊有完成10趟 符合條件的行程 可以拿到30塊 嘿嘿嘿 我看一下我符合幾趟 喔 沒有 算了 因為我今天一直在萬華跑啊 啊 就西門町那個位置 所以根本不在這個框框內 喔大家有看到這個框框我完全不在裡頭 這樣 所以我得往那邊走 往東區走 才會進入那個框框 喔但是剩下3趟 其實基本上來說 我也不太可能會湊10趟 然後拿到這個30塊 等於一趟給3塊啊 講老實話 呵呵 說白了是這樣子 喔 那我現在想往這個 我比較熟悉的區域走啦 所以我會往西走啊 我就回到萬華去這樣 OK 那我就往萬華走 你要講我往老地方走啦 這樣子 好各位朋友 那我現在在公園路上 剛剛接到一單 這個公園路麥當勞 送到台大醫院 靜靜的 喔那 當然啊 這個金額就比較小啦 這樣也沒關係 反正靜靜的 呵呵 公園路上跑來跑去這樣 啊現在送了13趟 13趟 那還差兩趟 還差兩趟 這樣子 那現在是8點 8點19分 8點19分 差兩趟我就等到9點囉 看看這邊還會不會有單 這樣子 不過今天這邊那個 外送夥伴齁 其實不多欸 就我剛剛在那邊 晃一晃繞一繞 我也沒有看到大家都跑出來這樣 也沒什麼人在這附近取餐這樣 按照之前的經驗 欸這個時段 這邊應該會有很多的外送夥伴在這邊 繞來繞去啊 或在路邊等單 可是今天都沒有看到 大概大家都想說 禮拜五的這個單也比較少 大家都不想出來了 又或是說 大家其實都跑完了 好啦不管了 反正我就是 回到這個公園路 趕快過馬路喔 公園路 塞到小巷子裡面去等單啦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中華路上面 往這個長沙路的方向騎 我手上呢 這是最後一單啊 剛剛非常的lucky 喔 就是在那個 南洋街那邊 等到了兩單 然後呢 這兩單就 其實也不遠 就是一單 一單一公里 一單1.5這樣子 喔 所以我這兩單 都送掉的話 我呢 就15趟啦 然後燙獎也拿到啦 哇 超帥的啦 那我現在要往長沙路 送掉我手中最後一單 然後呢 就 下課回家 好的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 長沙街跟新陵南路口 金澤 NO1咖哩的這個對面 我剛剛呢 就是完成15趟之後 又多接到一單 就三媽湊湊過 很近啦 從這個 那個 昆明街成都 然後送到這個昆明街 這個長沙 進得不得了 但是這個價格不錯喔 雖然還有46塊錢 不知道為什麼 呵呵 有時候很難理解 就是 這個Uber EZ的這個技嘉 所以我現在我就送了16趟 哎呀很開心啊 當然我燙獎也已經拿到了 今天的這個 加燙獎 這個感覺不錯 這樣子 所以 也已經快9點 差兩分鐘9點了 那我也就直接下線了 不囉嗦 就打到回府 那明天呢 我要忙 禮拜天呢 也要小忙 所以禮拜天 不知道晚上能不能跑 反正能夠跑就跑了 不能跑就算了 那禮拜一是一定用力跑 因為我有打算就是 呃 再跑回 就是那個 那個燙刺35趟啦 這樣子 免得我覺得就是 跑這15趟齁 很容易一天就完成 然後接下來三天不知道幹什麼 呵呵呵 這樣 所以我應該會 誒 禮拜天禮拜一吧 就是可能看看有沒有辦法 就是 正跑個15趟 或甚至跑到25趟齁 這樣 反正試試看啦 不管 好啦 那麼我要準備去吃東西啦 喔 剛剛突然間肚子超級餓啊 喔 狂灌水 呵呵呵 OK